日本能登经历元旦大地震之后 当地救灾工作如火如土展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批准 从国库现有的预算储备金 拨出47亿4000万日元 折合大约1亿5000万令吉来赈灾 岸田文雄在东京召开赈灾特别会议后说 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 确保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援助家民 包括天购粮食和日常用品 另一方面日本财务大臣林木俊一也宣布 日本准备扩大今年和明年原有的5000亿日元储备金 折合大约161亿令吉 以支援能登半岛的灾后重建 林木俊一表示比起额外编列预算 动用储备金更迅速有效 日本媒体则预测政府可能发行更多债券 应付额外开支 结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